接下來是一個非常簡單但是考試也會考的提醒 叫做取出 好 3%的食鹽水300毫升拿出100毫升 請問你剩下的200毫升的濃度是多大 這裡一個重要的簡單的觀念叫做 溶液是一個均勻的混合物 它混合的狀況到處通通都一樣 所以容易倒出來取出來之後 倒出的那一些跟剩下的那一些 還有原來的那一些濃度通通都怎樣 一樣不會變的 所以原來是30%倒出100的以後 那100毫升就是30% 剩下200毫升也是30%都沒有改變 所以呢還是30%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的是豬 很容易 很簡單又不需要計算 但是也是考試會考的題目 OK嗎 OK 所以就同樣的問你 20%的食鹽水100公克 取出水溶液50公克 剩下的濃度是瓦 所以一樣的想法 一樣的觀念 很容易的 第一 平車展介論 我們找幾號大哥大姐咧 剛才是不是只有一個男生 所以現在就換一個帥哥男好了 帥哥男你們搬26 26 大家可以 來 來 來 B B喔 B是B喔 對喔 您坐下 你的答案選擇叫做B 很簡單很容易 重要 簡單而重要的概念叫做 然後 東西取出來的 取出的 剩下的 跟原來的 濃度都是一樣的 因為 容易是一個均勻的混合物 所以你原來是20% 取出之後 還是20% 不管是取出的 或剩下的 都是20%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擇的是B 好 這就是一個重要而簡單的題目 取出的時候 濃度不會發生改變 OK